山間靈響 馬幫拖走了一袋又一袋茶 下罐拖茶就是茶馬古道上 馬幫拖出來的普爾寧茶 滇茶經由茶馬古道消往川藏 主要靠馬幫拖運 為了減少在馬背上 長途跋涉造成的瘦巢溢 一捧茶葉 往往要經過井牙城團製餅 1902年 茶馬古道重鎮下官的茶商 在明代普爾團茶和清代女兒茶的基礎上 以雲南大葉種曬青茶作為基本原料 創製了成挽救外星的團茶 既避免團茶過厚而內生霉變 又增大其凹凸面與空氣的接觸 讓茶的自然發酵 舒緩通透 在十五千年來 傳統製茶記憶中 另辟蹊徑 獨數一致 拖茶傳統生產工藝分為 原料配置 成茶 蒸茶 揉碾 壓制成形 脫帶等十多個步驟 自拖茶創製以來的一百多年間 它的揉製工藝一直是技術關鍵 極精創新 極致都無法代替手工 最好的拖茶仍飽含著一雙雙手的體溫 揉盡了無數茶人 手口相傳的經驗 十多道工序的慢工洗活 而成就了一坨坨在歲月中沉澱的匠心 下官拖茶 從歷史的馬背上拖來 在茶人的手中緊揉成駝 在消往四川駝江之冰後 逐漸定名為駝茶 百余年來 它不僅沿著茶馬古道 源源不斷地輸送到 滇西北、四川、西藏等地 也進入了歐美等國際市場 無論在哪裡 喝上一口駝茶 暖暖的下官風 伴隨著手心的溫度 有口即興 這樣的味道 是蒼山下農家院落的芬芳 遠遠流長